可註解說明 第一步 標註線性 各種標註都可以 標註出來之後 可註解 光一下 這裡有一個三角形的 可註解 按下去 再來 往配置那邊過去 剛剛的可註解這一個 東西 下面有個比例 假設 1-10 假設1-20 圖片可註解 的數字就會出來 假設你是直接 按兩下 縮放的話一開始 會沒有數字 所以要從下面的比例 還有這兩個都要開啟 這邊有一個 三角形 兩個三角形 都要亮起來 這樣就可以 使用了 再來一次 模型空間 標註 按 按 按 拉出來 這裡 當時 模型空間 是不會有 尺寸的標示 要到配置空間 配置空間 這裡拉出來之後 要在右下角 要在右下角 比例 隨便選個比例都可以 1-20 1-30 1-30 看到沒有 跑出來了 這個就是在 配置空間 有可註解的時候 才會有的尺寸 為什麼要用可註解 因為在模型空間的時候 它的尺寸的標數會過大 如果移來配置的時候 它的尺寸的空間會過大 數字會過大 所以沒辦法調整 但是可註解 就可以在配置空間 有得宜的 數字大小 謝謝 謝謝